近日,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谈及此事,91岁的抗美援朝老兵魏天璐仍难掩激动的心情 魏天璐现居宁夏中卫市中宁县 日前,中兴社记者来到魏天璐家中 听其诉说70余年前的陈芬网市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当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陆续入朝参战 魏天璐成为其中一员 在65军1930-579团担任卫生员 1951年2月初,魏天璐跟随部队急行跨过鸭鹿江 到达朝鲜战场 当年4月,魏天璐跟随大部队参与了令他永生难忘的突破灵战争 金江战役 过了临京江后 魏天璐的身边已经倒下了七位统治 在一个山头上 魏天璐遭敌机轰炸负伤 被迫回国养伤 1951年9月 医院大夫告诉魏天璐 他的右臂再也不能升职了 给他开个三级伤残的证明 让他回老家休养 但是他执意重返朝鲜战场 重回朝鲜战场后 魏天璐再次在579团担任卫生员 因表现优异 他多次荣立三等功 并被当时的朝鲜政府授予军功章 1953年9月朝鲜战争结束 魏天璐跟随部队回国 退休后 魏天璐经常受到邀请 去讲抗美援朝的往事 回忆起在朝鲜战场的经历 他无怨无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